是偏空 卖 嚇人的是在外資 外資今天又突然間的大賣了 大賣100億元以上 您可知道 今年以來半年都還沒過 竟然就出現今年以來第七度 賣超百億元以上的外資的動作 而且連賣的天數高達了9天 超過金額846億元 所以外資的大賣格局 還會再延續下去嗎 沒力啊 今天有這股市還真的沒力 這幾天不是重挫 再不然上工缺乏動能 長跌互建的亞洲股市 為什麼一星藍三漲不太動 然後有時候跌很重 問題出在它 美元 美元指數從前波的低點92 最近又篡升到94.29 而且最近兩三天的美元 升的速度加快 幅度變大了 一個禮拜強升了1.19% 美元跟亞股何相關呢 看這張圖標 你就完全理解了 請看最下面這一欄 國際的熱錢回到了美國 所以美元走強 美國股市就大漲了 一個禮拜的美元強升1.19% 一個禮拜將近的美國股市大漲1% 告訴您光今天早上 每股漲幅都超過了1%以上 然後呢 日本股會 看百分百的人都知道 它是股會負相關 所以日元回扁日股單就漲了 除此之外 聽此詢了 畫面上看到的韓元台幣人民幣 錢跑走了貨幣呈現了重扁格局 所以沒有動能錢跑走了 當然股市就跟著大跌了 陸股跌5.3 台股跌1.66 一個禮拜這樣跌幅表現呢 所以深感害怕是不是國際的熱錢 現在一股腦又流回了美國 然後亞洲股會雨歌 即將出現了大失血狀況呢 我們認為這一波的美元是一個回馬槍 好 那其實在上個禮拜我們有跟各位談過 美國的升息與否還不太確定 對 但是會市方面會先領先反彈 會先領先反應 我們來看看近期的美元指數 它在跌升之後 開始出現了反彈的現象 這一個禮拜累積的漲幅高達1.19個百分點 相對的美元的回馬槍 一旦射出來之後 亞洲亞幣紛紛就中間倒地 好 那美元走強 那到底是不是滿一點 其實我們看短線上面 美元指數連六漲 當然這個很確定的告訴大家 極短線 國際資金是回流美元的 那最近的日幣又開始有做回扁的態勢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最高升到105.51 但是最近來講又回扁到 接近108 109的一個位置點了 那為此整個亞洲的會市來講的話 也相對上面就呈現一個進扁的狀態 包含像近期的一個台幣 第一季台幣來講的話 是有升值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第一季的財報 我們台灣很多公司 因為台幣的會損而出現不好的狀況 那這一股氣氛事實上在韓國跟日本亞洲國家 甚至中國都一樣 甚至中國的一個會市方面 我們來看人民幣的近期的一個走勢 你看它也從6.45開始也做了一個 扁扁的一個情形 其實不論是日元中國的人民幣或台幣 看到它打出一個碗形 往上是回扁的 所以那個扁的力道好像是現在在加溫 台幣我先插播報告一下 今天新台幣昨天重扁 今天反倒收盤有一點點走穩步調 但是升的速度還有包括幅度是小的 只有小升0.5分32.528 剛剛看到32.528的那個位置點上 還是停留在 我們看一下K台幣貶值 宇哥剛說的 來到了一個半月來的貶值新低的附近的位置了 所以其實方向是貶的是沒錯了 短線 對啦 我們再強調跟美元一樣 你看台幣的走勢 它是短線上面出現貶勢 可是時間拉長一點點 我們發現到台幣正遭受到 所謂熱錢賄賂之後的升值的影響 但是最主要還是要跟韓語員來做比較 那當然其實大家不要忘記了 台幣或是我們的貿易 跟中國大陸是息息相關的 那中國大陸在4月份 金州口數據不加 非常的糟糕 待會會有各位數據來做報告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拉到太平洋那一邊 市場上面會因此而對於 美國聯準會升息的 一個預期來講 好像又有一點點提高了 對 他們認為從美金的一個走勢 看起來來講 他們認為六月升息的機會 好像比一兩禮拜之前 還要更多了 因為就是葉倫遇到那些的 鷹派的反撲 人家形容說 怎麼聯準會有人在造反 所以六月份以後本來升一次 可能現在可能會升兩次 就宇哥寫的 那整體來講 市場對於他認為今年是 費德會升息兩次 不過我個人看法 我在去年講 我說今年了不起再升一次 甚至不升都有可能 是喔 對 因為經濟沒有這麼好 我覺得 這大家是以零為禍 當然這個題外話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字卡的一個 一個狀況跟大家來做反應 就是有外資他對美金 對美元的一個走勢 跟他的一個所謂就業數據來講話 來做一些參考 那美元在美國公佈 不如預期的一個就業報告之後來講話呢 他的反應怎麼樣 不貶反身 好 所以這個來講話是有一點點 跟我所認知的有一點不太一樣 對 但我想可能是跟美國今年選舉有關 可能跟今年美國選舉有關 可是是希拉蕊PK上川普啊 那是為什麼會有關係 那個到10月11月才會見分曉 中間這段期間很多很多文章 我再提二話再講一句 川普文章很多 他最近又有一番話嘛 他說我要跟日元去拼 你日元貶對不對會影響我美國 那這此話一出 就等於說日本就槓上了 川普啦 他槓上了黑田東映 槓上了這個日本首相 所以這個我覺得 可以後續再持續觀察 川普他不是說 希望美元應該是走貶 帶動他們的出口嗎 對啊 所以這些人 他們在選舉之前的一個政治語言 可以反映到未來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趕快回到 字卡這一部分跟大家談 那高盛他預估說 未來每兩年 美元將升至15% 我覺得參考參考就可以了 OK OK 這個狀況參考參考 所以你不認為高盛說 未來兩年美元的強升 一乘五會發升就對了 兩年的時間這麼長 當然有可能 問題是誰要看那麼長 你先看兩個月吧 我跟各位報告 六月份升息 大家都有沒有確定 都還沒個定論 所以宇哥 我還是要在這一小段 跟您要個答案 美元因為已經從92升到了94 因為這三天的速度特別快 以您的演判 美元還會強到哪裡去 那亞洲貨幣就會繼續重扁 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先看整數關卡 因為這個有時候 可能跟期貨的操作也有關係 所以美元的整數 所以我覺得95塊的整數關卡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長線上的趨勢 它目前來講 它是屬於跌震反彈 並沒有走出大波段 美元反彈的行情 聽得出來 從宇哥開場到現在 感受得到 因為國際的會市資金的流向 千一反而動全身 尤其是美元 所以您會迷糊嗎 不了解嗎 非凡新聞台跟齊交所共同主辦的 這一次我們的活動呢 拉到了台中 因為上次在台北 那台中呢 因為大家報名 為什麼不到台中中南部 5月份在台中 跟大家做一下掌握 國際經濟情勢 包括了股市的脈動 中國的未來 美國的情勢 美國的大選等等 還有怎麼辦 如果中國它有未來 換好人民幣的匯率期貨 都是會講的 來請看這邊 時間呢 請大家記一下 要快 因為要報名 5月16號禮拜四 下午的時間 日韓在那兒也會陪著您了 地點是在這兒 台中市大雅區科學園區 中科路6號7樓 但是呢 請注意 上非凡媒體網報名 一定要報名 因為這次的場地 沒有像上次700多個人 那麼大在北部 所以這個場地有限 名額有限 請快要 要的話就要趕快報名 但是因為剛剛 宇哥給了我答案 美元的這個 如果升的力道 不會像一鼓作氣 衝的那麼猛 那麼聖傑啊 您的演判 因為最近的亞洲貨幣 貶的也很多嘛 那亞幣會不會繼續 重貶資金流出去 亞股反倒修正 跌跌不修 OK 基本上其實 你如果說看亞幣 跟亞股的一個動態 其實大概可以看什麼 看日本股市 日本股市它就是怎麼樣 當幣值貶值的時候 它的股市就很強 當幣值升值的時候 它股市就很弱 只有日本它是股會負相關 對 它的情況是這個樣子 對 但是其他國家的股市 有時候正相關 有時候負相關 並沒有那麼明顯 但我現在要講一個重點是什麼 就是說 其實剛剛這個趙宇啊 就是宇哥已經提到 就短線而言 美元是感覺上是在這裡 好像短彈 但是其實大家不妨看一下 美元的一個長線的一個架構 總之我現在擔心的就是 美元的動作 真的牽一反而動全身 美元剛剛再看一遍 它的牆 一再的提醒到大家 所有的全世界原物料的 起貨商品都是 多數是美元計價的 所以美元一走牆 不料真的被我們說中了 請看中國大陸的鐵礦石 一個禮拜大跌14.72% 如果你在時間拉更長 你看我們那個表格 不是只有鐵礦石大跌 這一波的原物料 跌升之後的反彈 是鐵礦石帶動的 現在整夜鐵礦石 反彈也是它 重挫三個禮拜下來 重挫大跌的領碟 也是鐵礦石 鐵礦石一成九 油 金 還有軟原料 牛奶 棉花 小麥等等 都在進行回檔 所以宇哥 這個是不是因為 美元如果也會繼續 搶在原物料的反彈 已經結束掉 又再次進入到空頭呢 美元的走勢 我覺得大概只佔三分之一 美元的因素 有60%以上 是因為中國自己的問題 這個有點讓我們覺得說 中國實際上有計畫當中 不是有一個叫做 攻擊策改革嗎 去產能 對 好像講假的 好像是講假的 好像是怎麼樣 這個中央在打 可是地方完全不理 這樣子喔 因為其實他們地區有很多 講是講國營企業 可是他們的一個經濟來源 是當地政府的經濟來源 創造當地就業機會 所以這個有的時候會變成陽奉陰違 那我們來看 其實在最近我們看到 鐵礦砂的一個報價 以中國大陸來講 它有一項數據就 含鐵量60%的鐵礦砂 以這一項的一個報價數據 這三個禮拜跌了22% 跌了22% 很重欸 對 那主要原因在於 中國港口停在港口 鐵礦石的存量 就是到港了 我還沒有運出去 那個存量逼近一億公噸 這個數字創下2015年3月 也就是去年3月以來的新高 可見得這個去產能 整體的供給面 並沒有大量的遞減了 意思是這樣 對 其實在1995年到2014年 世界WTO會員國 在向WTO申訴的一個 所謂請銷當中 中國大陸佔四分之一 那就是過去那段期間 中國大陸用大量產能 去做請銷 這一次大陸在打擊 大宗商品市場炒作 這個大陸的祈交所 不是去出手去降溫嗎 所以讓這個期貨報價 也一併在殺 所以在這個鐵礦砂的一個庫存 創下一年新高的情況之下 導致整個報價是往下跌的 甚至影響到這個巴西 這個叫什麼 巴西河谷 這個部分 還有像是澳洲的 這個必合必拓的一個股價 都呈現大跌 那可以看到說下一頁 在這個報價的部分來講的話 它一個產能的一個所謂區化來講的話 過去中國不是在講說我要去鋼鐵產能 去煤礦產能嗎 但是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說在地方來講的話 我舉個例子 那個甘肅有一個在煉鋁的 一個某一家工廠 那結果為了要這個 讓這家工廠來復工 竟然當地政府 他把那個電價調降25% 因為煉鋁你需要用電嘛 對 電是它的成本嘛 所以它直接地方政府 直接我覺得電價就降25% 我就讓你的這個能夠復工 就造成產能反而是創下新高 中央說一套地方做一套 產能並沒有明顯的區化掉 對 所以你看去年這個包含像到現在為止 全球產能過剩的問題 還是依然存在 因為中國大陸還是在玩假的嘛 這個產能來講的話還是增加 我們從這個在港 鐵礦石的一個存量來講的話 都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結論請教一下 因為前日子我們在期待說 哇 全球經濟復甦應該有點機會了 因為鐵礦石硬軟原料都開始進行反彈 結果不料現在那張的字卡 再看過一遍 在短短的三個禮拜 回檔的速度跟幅度都在加快了 這個樣子 因此宇哥他們的反彈原物料是不是 反彈的走勢close掉了 接觸掉了 要重新回到了它的往下跌的空投 您覺得 我覺得硬原料 有些黑色金屬這部分 短線上的反彈可能會告一段落 中長期我不太敢講 可是軟原料跟食品原料 這一波可能有機會 回檔還是怎樣 有機會回檔之後再往上走 為什麼軟原料比較強 因為我覺得有可能是在跟投機炒作的資金轉向有關係 各位可以拭目以待 可以持續觀察 我講的對不對 其實我認同宇哥的這一點 中國大陸您自己去查一下他們的期貨商品 包括了棉花 豬肉 一些的牛奶 有些他們期貨商品 中國大陸的大媽錢融到那兒 就進行炒作了 因為露骨不好做 炒期貨的原物料的商品 所以如果因為資金是這樣流動 流到哪 流回了美國第一個答案 我們剛剛的小結論 流回到這個 可能原物料資金也撤出來 回到了美國 如果都回到了貨幣市場 那怎麼辦呢 因為台北股市來請看 今天走勢真的很特別 它不再破低點 莫非這個成績單 被我們現在的金管會主委 給獎中了 王立玲 她說 國際股市回穩 台股盤整跌升之後 應該關鍵字來了 止跌了 止跌 你我說的算嗎 錯 請用訊號來檢查 來請看 我們列出了八大訊號 第一個 外資的賣盤有沒有變小 然後轉買呢 答案請公布 外資的現貨 它的賣超 昨天以前吻合答案今天變大了 所以回到剛剛的那一章 第一個 訊號打叉叉 鼠方 接下來 ETF還有八大訊號 到底情況如何 其實我先下個結論 我覺得台北股市短線 我要強調是短線 主跌段結束 但目前正在測試低點 也在測試底部的一個時機點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看法 先下這個結論 大家先換回來 剛剛那個畫面 外資大賣 沒有錯 可是在之前領跌 領先看空的內資 在投信市場上面有沒有發覺到 在最近裡面它是站在買方的 我們看剛剛那個半框 真的 投信跟自營商 今天好像對 站在買方 而且今天投信的金額算滿大的 7.5億 這樣算大喔 對 因為以前投信裡面的 因為我們投信的基金規模 一直在縮測 所以基本上而言它這個已經算大 如果你平均值 不然大家可以看它的平均值 投信買賣超的平均值 這樣子算是不錯的 還有一點時方委大概先問一下 因為剛剛看到那半框才發現到 外資間大賣100多嘛 大賣100多億 大盤跌20點 往常賣100億 就跌100點 現在賣100多億 跌20點 那就有80億的籌碼 有人給它接走了 對 也就是說從上個禮拜四開始 一路到今天的禮拜三 我們都可以發覺到外資無論怎麼賣 它的指數的跌幅的空間已經在縮小 表示外資的賣壓 有內資的力量裡面去做抬頭 消化掉了 吃掉籌碼 也就是說有人去再抵抗外資的一個賣壓 那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看法 我們先來看看幾個檢視的地方 第一件事情外資在今天大賣了 仍然是百億以上 所以外資的賣盤並沒有去做減少 可是問題是來囉 在今天裡面來講 它有沒有買T50反一 它已經連續好幾天沒有買T50反一 而且在今天外資跟投信同步去賣T50反一 讚 賣T50反一它是看衰的 把它賣掉就代表大盤不再那麼看衰了 八大訊號可要花很長時間檢視 蜀方的大主題 不過廣告前 虎佑大哥 這個您都喜歡在廣告前給一個謝子引言好不好 這個禮拜三之後的台股 先來一個到底怎麼研判的一個預告好不好 先看反彈 再看破底 進廣告反彈破底 那反彈就是要賣了 是這樣嗎 回到現場之後我們繼續追了 台北跨盤有沒有止疊機會 就在520的倒數第九天 不是說得算不是憑感覺不是我喜歡不喜歡 而是請讓訊號跟證據說話 來請看 剛剛蜀方已經檢查了 第一個我們剛說了這個是打叉叉 因為外資今天依舊是大賣的 只是有人真的接走籌碼了 怎麼解讀 蜀方待會講到 這個我趕快幫您看了一下 蜀方剛有說 看壞台股的T50反一 如果你把它賣出來就代表 大盤沒有那麼看壞了嘛 請看投信 投信今天站在買方 他果然Bingo 賣掉看壞台股的T50反一 那外資呢 外資今天賣掉T50反一 不在前20名 但是有賣 他賣了2104張 排不上 但是他真的是在賣 可是怪 看好台灣股市的 看好台股的0050 他竟然也在賣掉 所以回到第二個 第二個呢 這個賣T50反這個成立 有這個有哦 但是買台灣50這個卻沒有 因此呢 這個可能要打三角形 他只有一半 所以呢 屬房 所以我們剛剛才會說 這是叫短線上面 試圖主底 主跌段的結束 也就是說 買T50反一表示說 我除了把我的部位 要去做避險 我呢 要去賣台灣50之外 我還要主空去買T50反一 我現在把我的部位去避險 但是我沒有主空 我沒有去買了T50反一 所以我說現在裡面來講多頭 我們可以用一句話形容 革命人未成功 多頭人需努力 我們看下去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樣的一個結論 我們也可以發覺到 在今天外資的期貨的多單 它持續的減少 那就代表它這個時間點 並沒有主多 那外資這些期貨多單 只剩下兩萬兩千多口 它代表什麼 因為其中有一萬口到兩萬口之間 它是避險單的 是因為在海外發行台灣相關的ETF 所以它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避險單 所以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 未來裡面外資如果期貨多單 可以上升到三萬五千口到四萬口 那我就覺得說 它就是開始要主多 現在才兩萬二 所以可能還要在八千或一萬口以上 才吻合條件 所以它並沒有偏多的原因在這裡 可是我們也看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事實上面的一個狀況 就是外資在最近面大賣台北股市 可是很多的全值個股呢 它的股價已經沒有再去做破底 甚至有些逆勢開始上揚 像台積電沒有破底了 大力光反而逆勢向上走 而且走揚的速度之快 甚至可以軋空 那鴻海是忽而漲 它忽而跌 所以鴻海還沒有 所以這裡面來講也是一個三角形 也就是說台積電 大力光 它是正面的 但是鴻海還沒有 關於這個大力光 我超級有興趣 剛剛不是看到那個大力光的K嗎 因為它的發動 它的止跌不是現在才啟動的 早在4月底的時候 2135見到低點這種拉法 你們看一下那個止跌訊號 我特別有列在第二章 因為八大訊號當中 其中一個就是高價股大力光 先止跌有沒有 有 外資有沒有轉買 有 有些的高價股外資已經轉買了 所以關於這一點這應該是打圈圈 鼠方我先問 因為一般的現在行情 還沒止跌的過程當中 你說叫我這種散戶去買 我們才不敢 可是高價股又貴鬆鬆 所以買高價股讓它止跌的 這些的人 它是誰 一個就是公司派大股東 一個就是我們的政府基金 它都是跟外資去做一些的抵抗 果然八大關股行庫先看一下 關股行庫連續買 今天金額還擴大 對 那我們要先看 大力光的一個故事 我要講到 剛才談到外資賣而價不跌對不對 那外資後來反手買 它價漲了 那就是多頭的訊號 你要先來看 在2135塊錢的大力光 那時候外資賣 沿路的賣 但是有沒有發覺到 到整個一個4月底的時候呢 它其實並沒有再破底 就是外資賣而價不跌 隨後外資賣而價漲 它就是多方的訊號 賣不下去就把它買回來了 對 那我們再來看下去 那另外一部分來講話 就是說呢 公布財報的利空而鈍化 利多而上漲 利空的鈍化 我們很明顯看到的 像可成 像聯發科 像昨天的宏達電 富邦金 但是宏達電跟富邦金 它跟鴻海一樣 它的穩定度不夠 它隨時可能有再破底的一個機會 所以如果可成 聯發科這些高價股加入了 那宏達電 富邦金 這類型的個股也加入了 那就是台北股市呢 除了電子股之外呢 是不是金融股也進來了 對 那這個部分就屬於台北股市 比較全面性的比較偏多 可惜啊 這個現象呢 昨天今天剛好相反 昨天呢大盤能夠收紅 是因為外資買回了一些金控 然後金融股撐盤 今天你去看一下外資的賣超 金控股今天它又把它賣出來了 所以呢 你看有沒有 這個就是 所以那個金控的撐盤力道 還沒有完全就定位 因此鼠方講到真好 剛剛的字卡 金控的角色扮演 還沒有完全出現止跌訊號 OK 對 也就是說電子個股的權王跟股王 它出現了止跌訊號 但是呢整個一個金融個股的精神指標 跟所謂的一個VR的一個指標 就散戶指標的宏達電呢 並沒有看到止跌的一個現象 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在最近裡面公佈財報利多的個股呢 它也開始上漲了 像公佈財報創歷史新高的 不管制疫 不管日月 或是成長的疫態也開始上漲 那就代表說目前的台北股市呢 位階並不高 對利空有鈍化 對利多有上漲 那就代表目前我說 主跌段的結束的原因是 個股已經有在反應力多了 好讚喔 那另外一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說 我們說要如何去強漲 因為現在台北股市叮叮咚咚 一下漲一下跌 無日均線並沒有站上 我們要如何看到 強漲的一個訊號 就是軋空的個股上面 它必須呢超漲 那這些軋空個股上面的指標 大概有哪些呢 我們可以發覺 最近這些個股裡面 在大盤持續的下跌 股價一直漲 都是來自於榮卷 開始不斷不斷的放空 沒錯 那我們就發覺 像剛剛談到的大力光 它的融資只剩900多張 融券就有300多張 致意呢 在最近裡面融資剩15000張 融券就有4000多張 那製邦的部分的融券 已經有6000多張 美綠的部分裡面也是 所以它都是在這一波 我們已經看到了 希望之火種 嘎空的個股持續在嘎空 你知道嘎空 就是先放空 希望股價掉下來 結果股價不跌反漲 你被嘎到了被迫要 買一張股票還人家 所以融券被嘎到 就是回補買盤 因此我先在這做一下預告 現在很多人怎樣你知道 很愛空啊 好啊你愛空 那我就來教吧 所以我們今天會有一段 也是交給鼠方 如果你要空 最好的融券的空點 到底怎麼樣 太重要了 因為今天都在漲這一大類 對 也就是說我們剛才談到 在內置的力量 在抬頭的時候呢 尤其是從投信這個角度裡面來看 它不是針對大盤指數 它都是一些中小型個股裡面 在點火的時候 所以你在這個時間點 要去看到這樣的現象 也就是在最近裡面 要以個股的操作為主 那我們再看下去 我們來看看 整個在這個時間點 現在也有很多的補跌個股 像之前的一個銅字開始補跌 今天的一個遊戲概念 個股的星象也開始補跌 所以我們說 當你的一個低檔個股 強漲上來 像Apple概念個股 可是這些補跌的概念個股呢 你要止跌啊 不然的話 你就是一邊好一邊不好 那這個過程之中 它還是不是一個平衡式的 那對大盤來講的話 還是會影響到人氣 所以補跌的概念個股裡面 尤其是OTC的概念個股 OTC在最近裡面 已經快跌到7000多元 很多點的一個位置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像這些的補跌個股 尤其在側用這個區塊 能不能夠開始去做止跌 而開始去做主底的動作 那指標個股 可能就是以同字 當作一個指標 那另外一部分 我們剛剛也談到說 在最近裡面 整個一個台幣股市呢 內支的力量正在抬頭 內支它往往會一條線 它會簽到哪裡呢 會簽到業內 它也會簽到主力 就像你坐在 券券商裡面的VIP 難道這個券商法人在買什麼 不會有消息給他嗎 當然會啊 開什麼玩笑 搞不好你是第一個知道 不會有Skype知道嗎 不會有Nine知道嗎 都會有 所以在這種時間點 當你發覺到 欸 法人買的一些中小型的個股 不管是它是資卷 捐贈法人買的 或是資卷同贈而價強的 他的價都開始強的時候 那你就應該知道 內支他開始進場點火了 他開始回補股票了 他現在買股票的用意是在 等520之後的壓寶要往上嗎 他現在買的用意是什麼 地球總是在自轉吧 你在這個過程之中 你說一家公司的獲利 會因為我們的蔡總統的言論 訂單就不見了嗎 不會 不會 所以一些人他在看政治 那一些人在看基本面 所以這個是不同的一個概念 所以跌時重植 對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上市的時候 所以跌時的時候是最重要 但是跌的時候呢 而且你要知道 如果一家大股東 或是一個主力 或是一個業內 他向中某一檔股票的時候 他的基本面正在走強 他會等你520嗎 他不會嘛 因為現在就是在公布財報 他就先做起來再說 這一點很重要 已經有大戶主力業內公司派 520之前先行壓寶 壓的是公司基本面 壓的是比較不擔心政治因素的 520之後上 有 而且買盤還不少 所以在最近 我們已經可以發覺到出來 很多的個股呢 他已經跟大盤的走勢 他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去留意的 我們剛剛就談到 不管你是外資買的 或是你投信買的 資檢 法人買 價強的個股 你在最近就要留意了 或是呢 業內主力型態的個股 叫資券同增 而價強的個股 也就跟大盤逆著來 大盤還在下面 足底沒有站上均線對不對 他已經率先站上均線了 那我稍微來反映一下 剛剛談到說 新台幣或是貨幣的一個問題 我認為在這一次裡面 整個一個被動型的基金 就是我們稱之為貨幣基金也好 或是熱錢也好 他其實早就結束了 對 那現在的問題在說 那台幣呢 台幣貶值不就代表外資匯出啊 他是匯出的沒有錯 可是我們剛才有談到說 你在520的選股 是要重視基本面 為什麼我們現在的 第一季的季報這麼爛 為什麼法人在之前三月份裡面 就比較所謂的偏空 很簡單 因為台幣的升值 台灣是島國經濟 對 那請問第一季的財報 會不會有匯退損失 對 你看畫面上嘛 今年的一到三月份 台幣是這樣強升的 強升呢 就會有匯損啊 我賺了那麼多美元 歐元 換回來台幣這麼強 就換一點點的台幣 這叫做匯損 對 那現在反過來 台幣呢 已經從整個一個 所謂的升值 轉扁 那這種過程中 第二季會有匯退的 一個回沖利益嘛 所以我們說過 任何的貨幣 不是怕扁 或是不是怕升哦 你是不能夠急升 你也不能夠急扁 第一季就是急升 所以在目前我個人認為 從這個角度裡面 接單的一個角度 台幣它可以扁 但是它不能夠重扁 像重扁的過程 一腳一腳 那都是外資匯出的訊號 假設一腳一腳的 情況之中 那你可能還是要小心 外資呢 這個時間點 對台幣股訊呢 依舊是比較採取到 匯出的狀況 有聽懂嗎 感謝鼠方今天 檢查這麼多的訊號 這訊號呢 答案就是大盤 正在企圖的想要止跌 但是呢很穩嗎 並沒有 因為剛剛 鼠方那些訊號 再加上我們的八大訊號 快速的檢查過了 這個用掃描方式 因為有些訊號越多越好 這兩個剛剛已經有一個 這個是打叉叉 這個是三角形 期貨部分呢 多單緩檢 這個不要刪掉了 期貨多單呢 減幅有沒有趨緩 轉身加來看一下 期貨的多單 剛剛已經說過 現在多單呢是大減的 減幅沒有趨緩哦 回到剛剛 因此第三個呢 繼續打叉叉 借券 這個聖傑幫我們做點補充 他也跟大家說過了 第一個 借券不能越借越多啊 請看金額有沒有少於50億 Bingo漂亮 金額果然少於50億 來回到剛剛那個 所以呢 這個金額少於50億 這個是打圈圈 終於見到一個圈 再看下一頁 下一頁我們重新檢查 還券呢 有沒有瞬間變多 這個好重要 因為還券哦 我股票啊 這個日後不賣了 全部還給他 這個空方的力道 勢力就會遞減了 你看5月9號還券 昨天的還券 好像金額約略都保值 比較增加的 這樣的情況 所以囉 回到剛剛那一章 還券瞬間變多 這是不是也是打圈圈 四根五都圈圈 你怎麼看 OK 基本上我們如果說 從借券市場看 的確有時候是有一些敏感度 對 那目前看起來 就是說台股在這個 相對位置的情況之下 其實外資啊 未來可能怎樣 還券的機率越來越高 因為其實它有幾部曲啦 事實上剛剛 這個鼠方也有提到 就是說基本上 在借券市場上面來講 它會先反應 然後再來才是期貨 甚至最後才是現貨 所以你從整個 借券市場上面的一個 走勢上面來看的話 一方面金額是變小的 二方面 還券有在增加的味道 我覺得是一個正向發展 太好了 股票還給他了 日後就不可能會去賣嘛 所以還券的那個紅棒子 看今天晚上是不是 繼續再大大增加囉 甚結的補充真好 再看一下剛剛的訊號 訊號總共有八個 我們就檢查到了還券 群眾股外資賣 要不要趨緩啦 轉買 高價股只跌 要不要怎麼轉買 鼠方剛剛講得很清楚 不追溯囉 台幣也是一樣 今天收盤是轉身的 Bingo 後面幾乎都可以打圈圈 但是前面很多打叉叉 所以指跌了沒有 Chris Mark打問號 進廣告 回到現場之後呢 當然時間就交給了 魁國大哥大盤怎麼看 還有一個重點是這個 哎呀 現在啊 人家說520之後 沒有那麼樣的叉 鼠方不是說 現在有人在買了嗎 那請問 如果真的要挑股票 主委告訴我們可以選股票了 那這個行情到底有沒有止疊機會 剛剛啊 透過很多的這個訊號幫大家看 那現在有點小複雜 因為八大訊號 如果以我們做的那一張 八大訊號 第一張呢 再看過一遍 很多都是打叉叉的 第二張呢 Bingo很多都打圈圈 那如果以五五分來看的話 現在行情真的很難拿捏 但有一個事實 它是確定的不做改變 因為鼠方剛剛有講 已經有520之前倒數九天 這股買盤 逐利業內大戶很有錢的 這些的人已經進場卡位 所以鼠方問您一下 這些的人我剛剛已經說了嘛 他都期待520之後 所以520的前前後後的行情 您的演判 剛剛的確如同剛剛瑞涵談到 如果以外資這個區塊 很多的訊號都不符合 已經轉為多頭 但是如果我們直萃 把同樣的條件 看投信的這個區塊 很多的條件都符合 因為連投信的空單 都在減少了 所以在這個區塊上面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大盤 在還沒有佔五日均線 五日均線翻揚之前 您應該是著重個股 有人真正去抵抗外資的賣押 或是有人實質砸錢 出來買的個股 你可以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時機點裡面 我們可以從幾個現象 我認為可以買股票的一個原因 是有幾個原因的 第一件事情 到了五月十五號 所有的財報不確定的因素 它其實就已經下降了 那往往很容易在五月十五號 左右 它會有利空出徑 然後產生反彈的一個機會 那第二件事情 大盤從8840點跌跌跌跌跌跌到現在 我們算一下 它其實已經回檔0.618 已經算是非常非常跌掉非常多的 因為我們說在之前只有漲個一千多點 一點點而已 可是現在已經跌了六七百點 所以它已經回檔了0.618 就技術面而言 也可以強個跌升的反彈 那第三個部分 從基本面的角度 我說呢水能載舟也能復舟 在之前第一季財報不好 都是會損嘛 那問你現在貶值 難道沒有會退回充嗎 當然啊 你貶 貶很多 賺了很多的美元 結果因為台幣太弱 換回更多的台幣 叫匯兌收益 對 也就是說 你第一季看到的不好 會在第二季變成利多 所以它會有回充 所以我覺得可以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 我們知道說在去年 真正的激起呢 是從第三季往下掉 也就是說我們的GDP裡面 真正往下掉 跳水一樣 從第三季 第四季開始 可是在目前來講 如果我們以今年的第三季 跟去年的同期第三季比 我們的GDP不一定會跳水了 所以GDP裡面 下滑的幅度 我覺得會減弱 而且第三季 是不是往往是那種 3C新產品推出的熱季 對 也就是說 激利金的第二季的庫存調整 迎向第三季的旺季的效應上面 而且不要旺季 我們不是只有電子個股 我們很多的傳產個股的旺季 也是出現在暑假 像剛剛談到一些的食品 或是機械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配合到電子的第三季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可以期待的 而且就我目前的了解呢 很多半導體的庫存 已經調整進尾聲 那我們說520 你要報多少歲你還不知道嗎 你該賣什麼樣的股票 多少張你不知道嗎 我要先講 這是一般投資朋友 所有的大戶跟主力 沒有人是要5月份看這個問題的 一定是在第一季 他早就財務長 或是他的一個會計師都算好了 所以一般的投資朋友的 報稅也進尾聲 該賣多少也都知道之後呢 其實這個時間點也比較容易呢 有資金裡面再度的出來 換句話說大盤 如果成如您的演判 在這兒出現了主體完成 也許520利空出鏡之後 往上也說不定 是這樣嗎 應該是說 短線上面來講的一個反彈 但是台北股市的中段整理呢 會延續到6月份 為什麼要到6月 因為我們來看 在這一次的台北股市呢 它的跌幅太重 跌幅太重 它使得目前呢 整個季線在未來 它會走往8840點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這一個禮拜的時間 到下個禮拜的時間 台北股市不能夠極彈 看起來很難嘛 因為大家都在談論520 不能夠極彈 那未來的季線會反轉向下 所以它會形成一個中段的整理 那既然是一個中段的整理 它就應該是要整理 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難怪我終於明白了 在第一段的尾巴 特別麻煩葵國大哥講 講說那個行情 他說葵國大哥來請上來 剛剛好像是講 先看反彈再看破底 再看破底 所以有點像鼠方的研判 那反彈我就要賣股票 沒有錯 如果你在這個階段 我記得我在8840的時候 曾經在那邊 當時我呼籲大家說 這個時候只有一件事要做 大家都看好外資大買 我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現在手中有股票的人 盡量把你的檔數壓低 因為那個地方看到的訊號是 KD呈現跌破80死亡交叉 MACD第一天由正值翻覆 那是最好的時機 好 我來講跟各位講說 接下來 我的 其實我的符號 他告訴我怎麼講 跟鼠方真的很像 那我要先講 什麼叫反彈反轉 我稍微戴一下 指數因為跌升而漲 但原有的趨勢 行進方向不變 這種形態 仍然會有破底的機會 這個叫做反彈 目前正在走這個行情 也就是下跌過程當中 要跌升反彈 彈了之後可能還會再下 這叫反彈 另外一種叫反轉 就是它改變過去就有的趨勢 即將朝反方向改變 比如說多變空 或者空變多 當然這種反轉趨勢 就要看落底訊號出來 對 這我們常常講的那種回升 跌得很重之後 發現到整個趨勢扭轉了 有重錯之後 空頭轉多頭 不再回頭跌了 對 好 那我們來看大盤的K線圖 非常清楚的跟大家講 為什麼這段開始出現反彈 我要先提醒大家 大盤如果我們以中線的格局來看 5月6月份的指數的部分 其實大家是比較保守的 沒有太大空間 目前它是一個所謂 三角收斂的格局 它高檔的壓力在8840 連接8803跟8743 下降反壓趨勢線 第一檔是過去的7203 一直接到所謂的7627 沿路上來的一個7型收斂 所以5 6月其實空間是不大的 那待會我再解釋給大家聽 我們請導播把它削掉 那我要講 未來是這樣子 只要各位你看到大盤破底 就短線上來講 都是很好的搶短 因為它一旦破底的時候 只要這趨勢沒有改變 基本上下來的空間不會太大 那上去的想像空間比較大 所以未來適合所謂的富貴碟中求 這我在上禮拜就跟大家講過了 富貴碟中求 所以是這種趨勢格局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 我們稱作反彈呢 各位要看 在前兩天的KD 已經打到了近期 你看這是7623的 那你看這是7203的 我們來看一下過去的下張圖卡 它顯示告訴你 在過去三次的歷史低點 前兩次歷史低點 第一次是在104年8月24 那時候7203 K值是9.99 低值是9.47 那1505年1月18那天的低點是在7627 K值最低是13.5 低值最低是16.89 這就今年1月了啦 對 那你看啊 當時一個K值在9.99 9.47 然後它K值是在13.51 16.89 這一次在5月9號的那天 8106 K值已經達到8.24 低值已經達到11.9 就前天嘛 對 事實上它已經具備了反彈的條件 那我再強調 從歷史軌跡來看 K值在3905的那次 是達到4點多 所以你K值只要10以下 隨時都會反彈 對嘛 現在就10以下 對 隨時就會反彈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圖表 這張圖表告訴你 為什麼這個地方又反彈了 因為我們看到了一個叫做 正背離的現象出現 就是說 所謂的MACD背離的原則告訴你 股價出現兩或三次 創波段低點的時候 但是MACD或DIF 卻未創新低的時候 這個叫做正背離 我再解釋 為反轉的訊號 可能會於此處附近 主體應該留意 司機買進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看下張圖表 如果各位仔細看 昨天台北股是在 這個8075最低的時候 如果各位有仔細去看 它的MACD 並沒有見到新低 這個地方嗎 對 MACD反而在收斂 已經出現第一次指數 破低點的時候 MACD已經開始說 我不再見到新低了 我收斂了 就這個指數破C點 但是MACD 他這一天就沒有見到新低了 所以他告訴你說 我這個地方中線已經出現 第一次的正背離 好 那一般來說 MACD如果出現 兩到三次的正背離 就代表這個盤 中線是已經反轉了 OK 那所以我覺得說 現在才第一次背離嘛 對 再見到一到兩次 各位就要注意 這個盤就不再是 所謂的反彈了 好 他可能就走反轉的模式 所以這技術面告訴你 配合KD 配合MACD 都告訴你 將來在整個落底式破底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 那個所謂買進的訊號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表格當中 這張表格 他非常清楚告訴你答案 五六一份行情 是跟曙方說的一樣 是沒有行情的 為什麼呢 瑞涵你看 這是過去十年來 五月的低點 請注意 這是五月的低點 跟六月的高點 他的一個統計學 95年到98年 99年 五月份的低點 上下空間176 低點跟高點363 261 六月的高 對 然後這是低跟高 然後這828 613 那98、99、100這附近 是從那種很低的點數 從6000多點漲到 4 應該從5000多點漲到9000多點 所以那時候比較強一點 那你看 95年到99年 他平均的 這個所謂的上下空間是這樣 比較大一點是在 98跟99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100年到104年之間 有沒有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些數字都一直在往下掉 就是五月份的低 六月份的高 他的那個 Range區間 越來越窄 越來越窄 瑞涵你注意看這三年 這三年告訴你一個答案 你看 如果五月的低點 最低點跟六月的最高點 只有155點跟156點 代表沒行情 原的行情會怎麼樣 沒行情啊 橫盤怎麼做 很慘 那個行情真的很慘 不是在慢性盤跌 就是談一下就修正 談一下就修正 我跟你講 股民最討厭那種 不上不下 橫在這兒 沒有空間 你要嘛就大漲大跌 有空間 大家才有興趣 才會刺激 才好做啊 所以基本上 統計學它是告訴你一個未來的趨勢跟答案 那從最近三年 它已經告訴你了 五六月其實很平淡的 但是我要這邊跟各位談一個觀念 在五六月份 雖然指數的空間是真的是平淡無味 但是個股的表現差異很大 如果是基本面好的 這個財報加的 殖利率高的 它會一直往上 我懂的啦 個股表現空間 對 個股表現 然後你那不好的它就繼續修正 好 我們再看下一張表格 下一張表格告訴各位什麼 我曾經過去我解釋過 你記不記得這一次 外資在賣的時候 跌404點的時候 我是跟大家講 你不用怕 它一定會做個逃命波 這一次我要提醒大家 有一個東西你要特別注意 過去在887做一個頭部的時候 外資是先由大買 轉為所謂的小賣的時候 大買轉為小賣的時候 股價就向下修正 後來它做一個逃命波上來 可是散戶不跟 接著外資站在賣方的時候 這股價修正 前前後修正1244點 目前來講 這兩個型態完全一樣 就是說你從這個地方 外資從這個地方的7627 一路漲到8840 外資是連續大買的 然後外資接下來 在這邊小幅的調節指數就中錯 我當時說 大買轉小賣 它就開始跌了 對 然後它在做逃命波的時候 拉上來到8743的時候 散戶不跟 結果它開始轉賣 指數又中錯 沒錯 現在重點是各位 有一件事情絕對不能發生 就是外資如果說 在這賣壓減緩的過程 大盤指數直見反彈 可是接下來反彈之後 外資再擴大賣超的時候 那這一波的修正就會到7627 這個東西是比較要注意的 這件事情真的要比較注意 目前來講 走到目前為止 都是這種格局跟形態 所以我為什麼說 這盤是先彈再跌 再破底的格局 感謝葛國大哥 照10年的統計資料 5月份的低點會在520之後 所以低點是不是拉回來就買 然後6月份的高點把它出掉 可是挑股票才難 你以為有那麼簡單嗎 進廣告 回到香港之後 這個連金管會的主委就說 可以買股票了 真的嗎 講比較容易了 怎麼挑有原則有方向的 但是操作也很難 莫名其妙它就跌停板了 宏達店 很多人現在也說 不會買 那我空吧 反正賺